一刀酥酥,喜悼公子,有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八百三十五集 田首长冲李长明淡笑一下,缓缓说道 已经回来了 李长明和秦勇两个人齐齐一愣啊 这两个人风尘仆仆地从京城大老远赶回来,救人啊 人家自己回来了 李队长,秦队长,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林语此时从人群中走出来,冲他俩淡然一笑打着招呼 何先生 李长明仔细地看了一眼林语脏兮兮的脸,打亮了片刻才认出来 脸上陡然一喜,振奋不已 秦勇也是皱着眉头,纳闷地上下打亮着林语 见他身上完好无损,不由沉着脸冷声说道 你们这些富家子弟还真是待遇不俗啊 不过是个失踪,竟然就让我们放下手头的事儿千里迢迢地赶过来 这简直是对国家资源极大的浪费 秦勇跟李长明和何自珍本来就不是同一阵营的 知道林语和何自珍他们是一伙的 加上上次被林语那么一搅合,让歇乎大队名声扫地 他自然对林语极其不待见 所以他这才忍不住有些冷嘲热讽起来 哼,秦勇,你什么意思 怎么,听你的语气 似乎对陪上将这次安排的任务非常不满嘛 我可以理解为你是在质疑上层领导的领导能力吗 李长明瞥了秦勇一眼 冷哼一声,不紧不慢地给他扣了个大帽子 秦勇文言面色猛然一变 急忙冲李长明说道 李长明,你可别血口喷人啊 我的意思是,既然何家荣已经回来了 完全可以给总部打个电话,让我们半路折回去吧 不瞒两位,何先生也是刚刚回来没多久 就算是通知你们也来不及了 你们早已经啊进入金门了 田首长笑呵呵地说道 哼,实在不好意思,让你们二位白跑一趟了 没关系,既然何先生没事了 那我们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李长明笑着望向林宇 语气当中带着一丝欣慰 接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冲田首长说道 哦,对了,田市长 我们刚才往山上走的时候 在林子里看到俩鬼鬼祟祟的人 我知道您这里已经实行了封锁 所以看到这俩人偷偷摸摸的 好像有什么猫腻 我便让人下车把他们逮住了 刚才只顾着关心林宇的安慰了 他差点把这事给忘记了 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田首长眉头一簇 显然有些疑惑 把人给田市长带过来 李长明立马冲自己手下的人招了招手 他话音一落 几个身穿他同样迷彩战服的士兵 便马上从后面走过来 同时架着两个被绑住手脚 嘴上还缠着布条的男子 从头发颜色上来看 不太像华夏人 这两个人是完全被抬过来的 他们两个人一百多斤的成人 在这些士兵手里面 看起来宛如一个毛绒玩具一般轻盈 几个士兵走过来 把这两个人砰的一下扔倒在地上 两人瞬间发出了痛苦的喊叫声 把他们嘴上的布条摘下来 李长明称声吩咐一句 几个士兵赶紧照做 等他们把这两个男子 嘴上的布条摘下来的时候 田首长和林雨等人面色不由一变 这俩人竟然赫然是混血男和查德 妈妈 你们这俩小子竟然敢跑 田首长看到这两个人顿时火冒三丈 冲过去冲着这两人身上就是一顿的拳打脚踢 查德和混血男两个人顿时惨叫连连不停地喊救命 林雨看到这两人之后 瞇了瞇眼睛 心头也不觉畅快 果然 人在做 天在看 这两个人虽然想跑 但是却误打误撞地又被抓回来了 可以说算得上是报应 田首长 这两人是你的人吗 犯了什么事了 李长明见田首长如此的兴奋 不由好奇地问了一句 田首长呢 再次狠狠地往混血男和查德身上踹了两脚 这才抬头冲李长明说道 李队长 实话告诉你吧 何先生和安妮会长这次的失踪不是意外 是人为的 人为的 谁这么大胆子 李长明面色陡然一变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扫了一眼地上这两个人急声问 是他们俩吗 不错 就是他俩买通了当地的村民 让那俩村民带路的时候 故意丢下何先生和安妮会长的 要不是何先生和安妮小姐福大命大 此时可能已经葬身在那片林子里了 田首长怒气冲冲地说道 同时有些气不过冲到混血男跟前再次 朝他脸上又剃了一脚 郑重混血男的鼻子鼻血似箭 混血男哎呦哎呦地不停惨叫着 妈的 什么东西 李长明也冲过去 朝着这两人身上狠狠踹了两脚 怒声道 田市长 这两人说白了就是谋杀未遂的杀人凶手 鉴于何先生和安妮小姐的身份 以及他们对此次病毒事件的重要程度 我建议直接将这两人就地枪决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两个带路的村民已经让我毙了 田首长怒气冲冲地说道 只有枪毙这两人才能解了他的心头之恨 这两天因为担心林雨和安妮他几乎没怎么睡觉 可给他折腾坏了 我们是米国人 你们不能枪毙我们 查德用力地仰着头大声地喊叫着 否则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一定会跟你们政府交涉 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他话音一落 李长明猛地窜过来 一脚用坚硬的皮鞋踩在他的头上 同时将手里的步枪对准了查德的脑袋 力声说道 哼 这里是华夏 杀你 完全符合华夏的法律 不错 让人意外的是 先前跟李长明不对付的秦勇此刻 也走过来踩住了混血男 同时用手里的突击步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冷声说道 在华夏 别说你是米国人 就是天王老子来吧 也他妈的得为自己做的事承担责任 他和李长明之间归根结底是自家部队之间的摩擦 但是在面对大是大非问题 以及涉及国家尊严这种事情上 他完全愿意无条件地与李长明统一战线 查德和混血男被坚硬冰冷的皮鞋踩着 魂都要下没了 他们知道这帮士兵可是能说出来就能做出来的很主 刚才抓到他俩的时候 可是让他俩吃尽了苦头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见威胁没用 立马哭丧着脸 开始乱磨硬泡地求饶起来 妈的 哭哭啼啼的 跟个娘妈似的 不就是条命吗 死就死 有什么大不了的 李长明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冲田首长说道 田市长 可以开枪了吗 你一声令下 我立马抠动扳机 不要吧 求求你们了 千万别开枪 查德和混血男文言 尖声叫道 胯下一片骚臭 在死亡的恐惧面前 任何人都难以自知 等等 先等等 这个时候 一个靓丽的身影 快速地从军营里面跑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 跑到林语跟前之后 把手里的笔记本 递给林语恳求说道 河 你能把这两个人交给我发落吗 我想把他们带回米国 对我而言 他们活着 比死了有用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